花林县清晰妇女协会12号在客家会馆举办了全民运动会啦啦队嘉年华活动 县长徐中尉特别为参加的队伍们交打气 而每一支队伍可以说是跳得相当卖力 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团队争取最高荣耀 10月12号是县长徐中尉的生日 花林县清晰妇女协会的会员们则是唱着生日快乐歌曲 来欢迎县长徐中尉的到来 祝你生日快乐 首要在场是有全民运动会啦啦队嘉年华会活动 则是由花林县清晰妇女协会承办 花林县政府指导清晰妇女协会则是组队参加这场比赛 希望能够舞出青春活力 现在学中也相当的开心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休息活动时相当的重视 也希望大家能够使出全力为自己团队争取第一名 随着人生的历练和成长 其实我们会觉得 哇 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想今年跟此年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今日是今日必珍惜每一个当下 专心在每一个当下 专心就好 然后珍惜你身边的人 不要有任何任何的遗憾 尤其是人啊这个每一天就吃三餐而已 吃饱其他的其实我们就追求自己的成长 以及我们妇女姐妹之间的情感 以及我们不断的不断的 让我们的精神层面更加的更加的丰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我们常办一些研习的课程 增长我们的智慧的课程 培育的课程 其实当妇女姐妹在学习心智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原来世界大不同 而且原来很多的 很多是我们没有涉月的 让我们激高 我们不断的学习好奇心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还就会觉得好幸福 好幸福 我还有好多的事情 每次队伍表演团体 可以说是相当的卖力 随着音乐的旋律歌唱 大家运动神经火了起来 每个动作知识都一定要做得尽上尽美 就是要给评审获得肯定 记得终于节奏外道